大家好,我是曼妮特凯拉撒南达 我的师傅尼夏南达大师呢 是印度教神,识破神的转世 是在沙凡达 今天呢,大师在开示中跟我们揭示了 后新型冠状病毒 我们应该做什么,学到什么 怎么去面对这个世界 这个呢,是从印度教的本源 也就是宇宙的法则 来揭示这个话题的 大师讲呢 任何时候呢 当这个印度教的 人出现了疾病的问题 或者被隔离了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要吸收乔里的认知 学习宇宙的法则 然后呢,第二件事情就是 内化,消化,吸收 这个呢,也是大师 让全世界的人都在做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现在虽然 受害的人数 这个比率呢,在人口中是少数的 但是呢,几乎整个世界都在隔离 这样,所以呢,这个是我们 现在开始吸收强有力的认知 开始让自己改变内心的认知 对世界的认知 的极好的机会 所以呢,大师在今天 明天和后天呢 未来这几天 还会继续地给我们揭示这个 强大的 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强有力的认知的揭示 今天呢,大师讲的话题是 宇宙的多维度的逻辑 或者宇宙的法则 就是我们的人类呢 在极大的贪念 虚导的这个 人生的状态中呢 忘记了 还有,比我们的 所想二元逻辑呢 更高的法则 就是宇宙的多维度的法则 这个逻辑 什么叫更高呢 也就是说 不管你是怎么玩你的游戏 用你的逻辑 去思考这个世界 计划你的人生 人生不会因为你的计划 就按照你的逻辑去运转 人生有它自己运转的逻辑 就是宇宙的法则 宇宙的法则呢 就是业力,karma 怎么去理解呢 当我们听到业力这个词的时候 就会想 这是人生对我的惩罚 因为我之前做了错事这样 冤亲债主等等 这是很多华人的思想 真正的业力呢 它是爱的根源运转的 也就是说 我们的人生不停不停地出现 同样类型的事情 是人生在不停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重新地体验 自己的错误的认知 再把我们的错误的认知 摆在我们的面前 让我们醒来 所以这是宇宙按我们的方式 通过不停不停地提醒我们 让我们呢 最终意识到自己是 Parmersheva这个现实 这个才是业力的 真实存在的这个原因 新型冠状病毒呢 它的存在 也是宇宙法则的体现 就是业力 可以讲的就是我们杀戮的情绪 大师讲就是 对待这个业力的解决方案呢 就是Dharma 在这件事情 新型冠状病毒上的 我们要做的这个方案 就是Ahimsa 无暴力 非暴力 我们要停止所有的 对动物的伤亡 和这种虐待 人类呢 以为自己在地球上生存 就可以掌控整个地球 我们为了自己的饮食 居然会去杀戮 无限的生命 无数的生命 这是极大极大的 暴力 反对宇宙法则的做法 这个话题 我们已经讲了无数次了 人类不仅仅不需要吃肉 反倒吃肉 对我们有无数的害处 没有任何的好处 所有的这些杀戮 暴力的情绪呢 是新型冠状病毒 产生的一个原因 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我们对待 冠状病毒的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自己 无暴力 用最 多的爱和接纳 来对待这个世界 因为宇宙被创造出来 它的本源 是我们要共生 所有的万物都是同源的 事实上你和我是没有区别的 帕尔玛西瓦把这个宇宙创造出来 就是要庆祝它自己的存在 以多元的形式庆祝它的存在 我们所有人都是帕尔玛西瓦 我们的杀戮到底从何而来呢 所以这场疾病 希望能够让人类 得到觉醒 知道我们应该去做什么 当然大师也讲 业力的存在 不是让我们陷入到无力感 让自己愧疚 而是让我们知道 今后应该怎样做 所以呢 同样呢 我们知道自己杀戮 所有的 荤食的工业 吃荤的这些人 所有的这些行为 都应该要停止了 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健康的 充满爱的这个地球 未来的地球 首先呢 我们要改吃素这样 然后要用无暴力的心态去对待整个世界 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 也欢迎大家呢 今后锁住 未来几天的公共开示 然后也希望更多的华语的 同修呢 能够来收听大师的开示这样 在早晨 一般是 北京时间的上午十点左右 所以如果你想要听 开示呢 或者听翻译 请你跟马开拉萨联系 感谢大家 你天亮灯 再次解释 嗯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文贵